回到台湾到南部的灾区来关心 现在不是有以公代正的计划吗 在嘉义呢一天只有60个名额 为了抢这一份一天800块的工作 村民们拿着椅子啊小毛巾啊 在乡公所外面整夜的排队 希望能够抢到一份工作 但是呢连续好几天整夜的排队 让村民都累挂了 甚至呢被蚊子叮得是满头包 五六十位民众就这样躺在乡公所大门前 有人自备良意 有人躺在纸板上 身上只盖着一条小小的毛巾 这一群人全部都是为了一天 只有800元工资的正宫工作 漏夜排队 他们就800块啦 小孩在背高研究所啦 大家排整个月啦 民众说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 所以每天都要到这里排队 做正宫工作 不过一天只有60个名额 所以要卡位就得趁早 很多人会打牌了 没有人都没面子 没面子很软软就打牌了 大家都在这里排队排到天空 算了整身 为了800块来这样算 一天有800元的工资 民众觉得已经心满意足了 但联系几天下来 不少民众累过头 有人身边 有人被文字钉了满头包 民众希望政府能够拟出新措施 五六十位民众连续排了好几天 都是为了抢一天800元的正宫工作 相公所今天特别买了便当和饮料 要让民众好好补补身体 整理新闻嘉义综合报道